Hello, 歡迎大家來到加加駱 今天我帶大家來到Nottingham的Maperley 看一個叫Davidson的發展商 去一個四房獨立屋的示範單位 究竟這個發展商建的房子質素如何呢? 事不宜遲, 立即進去看看 好了, 我們現在在正門樓進去看看 對, 進來就是一個樓梯向上走 然後直進去就是廚房 左邊這裡還有一個書房 地上就是鋪了這個Mtiko 這個發展商地下的樓梯不是標準的 全部都是選擇選擇零加 你看到這個是正門的位置 正門的位置是沒有任何窗的 所以你看到其實大門的位置是可以安保的 即是沒有人可以伸到衣服來扭任何東西 就算這個位置也太窄了 應該扭不到那個位置 所以我覺得大門方面是可以安保的 看看右手邊這裡 這裡有一個書房 書房就有一隻大窗 其實我覺得書房的尺寸都可以的 它這個間隔, 包括一些傢俬 你看到其實是挺適合兩個小朋友在這裡做功課 這個是適合四人家庭 有兩個小朋友要上學的 小學、中學 都可以坐在一起溫習功課 也有很多的陽光照進來 所以你下午做功課連燈都不用開 非常之舒服 這個位置也不算小 這個位置 下面也有你看到一些Socket位 Internet的Cable位 或者是DoubleSocket 可以給你插你要用的電腦 電器 我覺得這個設計不錯 再過來對面這裡 就是客廳位置 客廳位置就是一個近乎正方形的長方形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它對著電視機那邊 都較為闊身一點 客廳不算很長 但我覺得OK好用 它的暖版都懂得做 設計在旁邊的位置 不會阻擋著你的梳化 這裡是可以放得上一張L型的大梳化 我覺得在英國的家庭都很重要 如果你買到四房五房這些大的獨立屋 你都會想買一張舒服一點的 大張一點的梳化坐 我自己在家都會喜歡坐在梳化上舒服看電視 這個示範單位做了我入場櫃 我覺得其實它也挺有心思的 比起其他發展商我看過的一些示範單位 它的設計上是落了功夫 令你感覺到它有家的感覺 其他有些就過於浮誇 還有很多很花絲絲的場子 這間我覺得 譬如整個電視組合櫃 這個實用性比較大 你香港人看到 其實也會喜歡它的設計 在右邊這裡就是有一隻窗 也是上下開的設計 然後就有這個radiator在旁邊 它也做到整個廳沒有什麼地方放不到東西 很實用 但是我不可以說它很大 這個廳是180-200尺左右 但是你說用來只是看電視 Snugging的話 我覺得其實是足夠的 OK 再過來這裡 看看左邊這個位置 這裡就是地下的廁所 裡面掛了一些架子 有些小朋友畫的畫 挺有趣的 Mtiko 鋪到進來 洗手盆方面 就有少許細 如果你洗手 水也沒有撕出來 OK 但是這個角度不能調整 這個角度不能調整 但是你有沒有留意到 它比較闊一點 很少鷹式的洗手盆 是旁邊這樣闊出來的 它是OK的舊心 其實舊心舊的 如果你洗手洗臉的話是OK的 但是我們再做多其他東西就不行了 那是標準的 一個座廁 然後一個暖板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了 一個抽氣線 它不是名次 它只要弄一塊大鏡 但是也OK的 廁所是夠用的 樓下來說 好 再下來這裡 看看這個樓梯底櫃位 它在展示室也有很多電視 油漆等東西放在這裡 樓梯底櫃位就沒有燈 只有一個 TV 點 對不起 那個網絡的 BT Open Ridge 點 還有一個 Double Socket 其實你自己掛盞燈都可以的 因為它有電源 有四個電源 其實是OK的 好 再過來看看它的飯廳 廚房 原來它的客飯廳很大 這裡其實已經足夠你一家人生活所需 那個客廳是有少許多餘的 基本上 我們看看廚房 廚房的 Double Oven 是標準的 AEG 下面也有一個 然後這裡應該是一個廚房 廚房是Sanuzzi 這個也是你購買的新樓 它的設計也不錯 也算實用 不過這一部分就空了出來 完全沒用了 這裡是否應該可以做一個櫃呢 我看看能不能開開 是完全不能開的 對 這一部分是純粹裝飾多了出來 然後我們看看廚房 這裡有一個類似Island的物體 下面有一些櫃桶 下面有一些櫃桶 這些都是櫃桶 然後這裡應該是洗碗碟機 也是Sanuzzi牌的 然後這裡也是櫃桶 然後這裡也是櫃桶 還有一個Cooker Hood 四個爐頭的明火煮食 我聽聞這個也是AEG 另外還有一個挺大的抽油煙機 這個抽油煙機是AEG的 也是抽出去的 這裡的獨立屋也是抽出去的 這個我跟Agent確認過 另外這裡有一個Splash Bag 然後也有櫃 這些是標準的 它這一組是標準的 當然每間屋的設計有點不同 但是這些包的器材是標準的 再看看其實也有很多空間放東西的 尚算實用 譬如你這裡要拿水 你不需要走 就這樣過來就已經拿到水 再回頭 好了 我們說完廚房 就說一說飯廳位置 飯廳位置 你可以看到這裡可以放到一張 六人的餐桌 其實再大一點都可以 八人餐桌的餐桌都可以 看著花園 這裡的全落地玻璃 其實也挺寫意的 老實說 不過如果你是治安怕有問題的話 下地玻璃就會比較危險 我們可以看看這裡 窗簾的位置 這裡其實也是玻璃 這裡是花園出面 但是你看到這裡 其實這個位置有點浪費 即是你做了一棵牆 這裡硬是剪了 然後再長再出去玻璃牆 我覺得其實可以多些利用空間 譬如這裡有一個生物架 拉出來 你可以放一些醬料 那些其實我覺得會更加OK 再過來看客廳位置 客廳位置 就是左右做了radiator 你見到 然後它就前後擺梳化 這個梳化擺法 其實就不太合理 因為你很少會這樣對著探查 英國人就會 香港人就會比較少 我覺得 那可能你這裡擺梳化 那邊擺電視機 那你就可以看完電視 然後你的客廳 多出來的客廳可以做其他事情 另外就是 如果你之後買到房子的話 譬如這棵牆 有機會可以用支援 然後把客廳和旁邊的打通 那你就會有一個 比較闊落的客廳 但這個就要你自己去改造 就不是說它發展商可以幫你做 不過這個是一個提議 那左邊也有一個大窗 那我挺喜歡它 整個客廳、廚房 其實那個 陽光進來是比較多的 也不是靠燈去照光這間屋 主要也是靠自然光 那也算是挺實用的 樓底方面就不算太高 standard 好 那看完這個廚房、飯廳 其實還有一個優惠 我們去看看 那麼優惠 優惠就沒有升盤了 但是下面 他放了一個 tumbo dryer 和一個洗手機 然後右手邊上面這裡 對了 簡單 traditional ideal logic 的combi boiler 那這個就 standard 基本上是新樓 那麼 這間屋有alarm system 但是不是每間屋都有 他那個mcb board 也都放在這裡 這個firmustack 也都放在優惠 其實也合理的 然後這裡也有一個小櫃 可以放清潔用品 然後呢 這裡就是門口 出去花園的位置 那後面也給你一些勾 他自己放在這裡 就放一些圍裙 那些工人衣 那就是自己的工人衣 你是工人 在英國沒有工人 好 那我們看完客廳 utility 飯廳 那我們看一看花園 花園我們是出不去的 那麼 standard 在英國的示範單位 那個花園 就是它會有些landscape 但是呢 你如果買新樓交給你的時候 就不會這樣的 就會全部都是草地 那麼最多包前面這裡 可能大概9至12塊 的這些磚 就不是說全部磚都會包 也都不會弄到這麼漂亮的 但是那個花園的size 就約會是這個 那麼就沒有那一塊 那麼左邊這裡是sales office 但是應該就是屬於這間屋的車房 那麼就應該是兩家人share的車房 那麼你看到這個花園都比較平 那麼其實這個示範單位的花園 挺理想的 後面也是別人的屋 那麼你看到那些 爬進去旁邊的左右 都是別人的屋的地方 那麼其實就 先引度都較為高一點 那麼唯獨是呢 這裡就是出去 這裡就直接出去你的driveway 然後走出去這樣 那些玻璃上面 就要看看你的地區 如果你的地區治安不好的話 太多玻璃就會有點擔心 好 那麼我們下面說完了 我們現在呢 就上上面參觀一下了 好 那麼現在呢 上來呢 樓梯這裡呢 上來看看 正中間這個是一個廁所 然後呢 左手邊呢 一間房 兩間房 然後 三間房 四間房 我們先看看 最大的那間房 這一間呢 是一個主人房 那這間主人房呢 這間主人房呢 OK size 應該有入場的衣櫃 我猜一下 我一會看看 它的設計有點特別 左手邊可以以為是衣櫃 對啦 誰知道原來是衣櫃 對啦 那麼磚呢 鑽到上頂 那麼地下呢 也是磚來的 那麼沙滑裡面呢 也是磚 那麼這個 據我所知好像是standard 不過真的要重複 那這裡呢 這個聲盤呢 看到它比較大一點 我覺得挺喜歡它的聲盤 那麼就是名次了 那麼 那麼鬚跑位置是在這裡 我覺得有點不搭 鬚跑位置應該做近一點的聲盤 要不然你怎麼放鬚跑呢 你待會那裡放在哪裡呢 充電 很麻煩 這個位置 那麼有抄理線在這裡 那麼再過來看看房間呢 那裡還有得去 難道是傳說中的walk-in wardrobe 我會很驚訝 這間屋有walk-in wardrobe 真的 那麼 那麼叫迷你walk-in wardrobe 一個L型的衣櫃 但是有給你一個位置走進來 那麼這個應該是main bedroom附送的 也挺漂亮的 這邊也還有 但是呢 因為樓梯的關係 所以這裡有一級 你看到嗎 這個就是它的設計上 沒有做到足 我覺得如果要遮醜的話 其實整個下面 遮了它 會較為漂亮 那麼現在這樣看下去 有一點突厚 那麼主人房不算很大 但是我覺得實用 廁所不會到床尾那裡 直接看到 那而且床尾這裡 是有個位置可以 給你放梳妝桌 或者放電視都可以的 那麼也都有一個 迷你的walk-in wardrobe 我覺得其實都 叫做是挺理想的 但我不會放這盞燈 一定會撞到頭 好 去第二間房看看 那麼這間房呢 它就放單人床 但是我絕對是可以放雙人床的 那麼小朋友房 左邊有個小櫃子 然後後面有大窗 再過來也有一個衣櫃 那麼這些就是 Extra option加的 就不是它standard的了 但是其實這間房 是足夠你放一張雙人床在這裡的 好 那麼就看完這間房了 我們再過來 就看看對面這間房 這間房呢 都是放得到雙人床 那麼四房獨立屋 它這間房也挺好用 正正方方形 也都有入場衣櫃 這個也是選擇 那麼這裡也可以放電視機 那或者如果你選擇 不要那麼大的衣櫃 你可以放桌子 如果小朋友睡的話 就單人床OK了 旁邊可以放書桌 那麼再有一個衣櫃 也有電視機 打遊戲機那些都OK 再在這個角度拍給你看一下 OK 那麼看完第三間房 就看完第四間房了 一樣都是雙人床房來的 那麼它這間房也都做了入場衣櫃 那麼非常之實用 四間房都放得到雙人床 那麼這個很難得 那麼再過來這間房也都有一道門的 看看是什麼 那就是一個樓梯底的櫃位來的 那這裡可以放一些行李 又或者一些雜物 整體來說那些房間的設計都不錯 Size 方面都是比較理想的 好 最後呢 看完它呢 這道門進去 是一個 Boyner 那個Water Tank的房間 那它的房間比較多廁所 有Utility 又有 Utility沒有升盤 有廚房那些 那它需要有一個Water Tank去儲存 那這個是正常的 那我比較有的 因為有的話 水壓會比較平均 再過來呢 就看完它的主廁房 那它的主廁房 就不算大的 但是呢一應俱全 因為呢 它是有了沙瓦 在我左手邊 這裡有個沙瓦 然後呢 再過來呢 是有這個 洗澡的 就是浴缸 浴缸它都有做沙瓦 但是通常有做沙瓦的話 它會專門鋪到上頂 但是它就沒有 不過它也有 有一個沙瓦盒 那我建議 如果是要 這裡沖沙瓦 就可能真的要鋪到上頂 要不然呢 那些長身很容易 濕水 發霧 那聲盤也是 我覺得它這個發展箱 是比較大的 那它的手工也算做得不錯 那整個上面呢 就是這樣了 那我覺得它上來 其實浴缸位置就不算太多 但是典型四房獨立屋 都是這樣的 不過這個位置 其實如果可以再多燈位 還好 就可以吊燈色下來 我之前也有其他影片說過 我就比較喜歡 在這些位置 吊多燈色下來 就會很漂亮 好了 那示範單位 就這個 我覺得這個設計OK的 那麼這間屋 賣的價錢 我不可以說很便宜 但是也不算太貴 如果有四房獨立屋 有花園 有車房 三個廁所 還有四間都是雙屋 的話 它是 最近售價大概是 485至495 中間不等的 那 你用什麼選擇 還有 你是什麼時間買 什麼位置 這些都會有影響的 那 那Davidson 就不算是一個 很大型的發展商 但是它也不小的 它只是中型發展商 但是你跟David Wilson Home Barratt 那些 就有些距離 即是Taylor Wimpy 那些就是巨型的發展商 那它就不算是 但是我覺得它 如果以示範單位來算 算是做得有心機的 至少我不會覺得它的門 那些 就會做得很兒戲 即是它的門 都比較實正 重身 那它的示範單位 設計 也是 比較 實用主義 那我很怕你去到示範單位 看到它是純粹藝術的角度出發 那我覺得看上去 你會不覺得它是一個實用的單位 那這個單位我覺得可以的 即是無論它由廚房 到飯廳 到客廳 其實它也是有經過心思熟慮去 考慮去設計 那樓下也有一間房 是可以用來溫習 做功課 那我覺得其實這裡不錯 或者爸爸在家工作 從家做書房也可以 那它另外也有一個 就是客廳 專門給真的看電視的客廳 但其實我覺得香港人不需要 香港人是喜歡這種 客廳、飯廳、廚房 在同一個地方進行的物種 我自己也是 你在廚房又可以吃到飯 看到電視 可以玩到 其實已經是符合一家人的要求 所以那個客廳可以有其他的用途 譬如你可以做廚房 遊戲房 又或者可以用來做健身房 又或者可能你有一些年紀大的父母 可以住在下面 那這個其實都理想 不過唯一就是如果你住下面 你洗澡 始終都是要上上面 那這個有點麻煩 就是你還是要走少許樓梯 但我覺得如果不是太大年紀的話 其實我都可以的 就是你少去上面很多 那還有呢 就是上面的大廁 它都有這個浴室 那這個我覺得很重要 如果你家裡有老人家的話 你需要人比較多 可能這間屋 四房我覺得其實是可以住到 六個人 我覺得是舒適的 譬如兩個小朋友 兩個大人家父母 六個人住 我覺得是舒適的 那而且洗澡去廁所 也都不會說怎樣爭 至少你有三個地方可以去廁所 有兩個可以洗澡的地方 那我覺得是可以的 就是如果有小朋友 更加添 有些人喜歡洗浴缸 有些人喜歡洗花傘 那你在同一個地方 那就可以了 還有你上面四間房 都是雙層 那如果你譬如下面那裡 是用了一間房 給父母睡的 一間房是給小朋友溫習的 那你樓上就可以 騰上空間的樓上 你最多都是需要三間房 兩個小朋友 一人一間 你父母一間 那你還剩下一間 就可能爸爸媽媽 可以用來做其他的 例如study 或者做其他的用途 那我覺得其實空間方面 這間房子是理想的 Utility 我覺得差一點 因為就沒有了洗手盆的位置 那你沒有洗手盆 Utility 那個實用性就真的差一點 還有它那個廚房位 因為剛才我說過 有一個位置是完全浪費了 反而我覺得 如果你整組廚櫃 可以將它向左邊 Shift 多一點 然後給一個位置 做一個Double Door Fridge 我覺得會增加到 這個廚房的實用性 是以數倍計 如果你多給一個Double Door Fridge 在這個廚房 那就完美 因為你要自己買過的話 基本上我都不太想到可以放哪裡 可以放在我的左手邊 那裡有一部牆 或者是放在這裡 但是你會遮住窗 那就有點不好了 但是我覺得它吃飯的位置很理想 因為這個位置有陽光度 所以大家下午 例如夏天在這裡吃飯 你聊天 那些去到晚上 可能十點鐘 你都不用怎麼開椅 那你真的省了很多電費 好了 那我今天的影片 到這裡又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看的話 記得要Like、Share、Subscribe 按一下小鐘 那就知道我下次什麼時候出片了 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跟大家介紹 拜拜 2 1 2 3 4 7